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面商品 那今天的車型呢是三代近戰 為各位介紹呢 這個就是鯊魚的前避震器 L35 然後倒叉的一個 頂級的電子 的一個版本 然後以前呢 其實我們看到電子的版本 真的是比較少見 都是屬於一般的 沒有電子的機械版本比較多 那電子版本事實上確實還是 比較少的 那我們就有鏡頭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一樣前上三角台也是要換 然後呢 在這個 筒身 這個內管的部分呢 都一樣差不多 最大的差異點只是在 下面旋鈕地方的一個發提的地方 已經變成了電子的一個 控制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 所以呢 基本上你藉由鯊魚 就是前OB鎮電子式的那種 調整棒 就可以呢 做一個細部的一個調整 你可以直接藉由這個調整棒的設定 來變更你所需求的一個組 你上的一個調整 以及回饋的上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組呢 已經有一陣子的齁 那我們來看它的鯊魚產品的一個細節 那我們光從一個外觀來看 我們鯊魚的陽極的部分齁 這個 使用上呢 在大概經過一年 多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看它的陽極的使用 還是非常的鮮豔喔 它的黑色還是非常的黑 那更難能可貴 我們看一下它的鍍金內管的部分 它鍍金內管呢 在透過鏡頭大家可以看到齁 完全沒有任何的剝落喔 這個才是最正常的 那有時候你買到的可能 加工上呢 不是這麼的優秀的話 它的前面的一個鍍金的部分 磨人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呢都蠻容易剝落的喔 其實這個鍍的磨人是非常非常薄的 只有一點點而已 它不是什麼 鍍個什麼幾十條啊什麼 它可能甚至用挨下去算 那確氣的磨人的數據 我並不是很清楚 那 因為麥克叔叔以前我做過 真空見度的一個部分 所以對這個部分呢 還是稍微有一點了解 可能知道 那 最後呢 當然最不同的還是在這個 法體這個調整的一個部分喔 我們可以省區用手工具 調整的一個方式 直接用調整棒 可以做 對於法體做一個調整 調整阻尼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看一下它的這個卡鉗的部分 那卡鉗的部分呢 基本上你裝到這種避震器的話 請不要問有沒有原廠的卡鉗 因為呢 裝到這種前叉避震器的話 不會去用原廠的卡鉗了 其實用到對視都已經是 我會覺得已經不太搭了 那我會建議也不要用AK 這個完全搭不起來 至少你要找一顆CNC啊 噢 輻射啊 至少也是要1098等等的去搭它 我覺得才會比較 呃 比較有匹配的一個感覺啦 畢竟用到這種東西了喔 然後 在這個整體的視覺上一個設計呢 還是有非常不錯的一個獨到之處 那我們看這一組避震器 那我們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喔 在這個整體的一個設計上 它跟T28很像喔 它是以輕量化為 為重點喔 它不會有很多餘很累贅的一些 東西在上面 它都是盡量很簡單統身 阻尼性還有下座 那下座呢 基本上都是比較 極中化以及比較極小化 這樣可以減釘黃下的一個重量喔 這個我相信也是在鯊魚的這個 考量設計範圍之內喔 然後整體來說 呃 當然 如果你口袋夠深 你就選擇這個 呃 電池的一個版本 當然呢 如果你不想花這個錢 或是說你停車的地方 喔 比較沒有這個 呃 這麼安全 那我覺得你 你就是機械式的也非常的不錯 也非常的不錯 那當然 青菜魯婆 各品自己所需求跟許好 最重要是看你自己的 預算跟以及喜好 來決定這件事情 喔 當然那整台車配起來 都是有相當的一個 呃 這個 不管是在視覺上 還是在性能上 都有非常棒的一個 呃 方式喔 可以讓你自己做選擇 那當然喜歡的朋友們 常好看 後到賣可 常库基督精品來做個選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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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